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派门 大家好 在这段时间以来 利豪有接到很多的电话 我甚至于在上个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三天的时间 我碰到了很多的朋友 这朋友里面有包含投信法人的朋友 其实各位 如果利豪现在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也不要担心受怕 各位 加全股价指数到今天 是涨了160点 是由台积电鞠躬最尾 但是各位 你注意看 但是台积电 各位 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不要看这一根就好 你认为它要上还是要下 好 各位 你再看大盘 注意看 如果说今天 整个大盘上升的格局当中 各位 我们把它成为周线来看 各位 这种行情你敢去买吗 用这种将近各位 80度 70度 90度的那种力道反弹 各位 你敢去追吗 我告诉各位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他不会敢买 这就是为什么当初利豪跟你讲 我说股市 加全股价指数 你真的不要去看它 因为你去看加全股价指数 你下不了手 你真的下不了手 各位 今天大盘之所以会涨 各位 涨了160点 如果以技术线型来去做分析的话 短线的技术线型 日线图你还可以接受 因为它的KD有没有 技术指标还在相对的 正从百分之六七十 往百分之八十再攻 但是各位 你回去看一下周线 我今天不要用电脑打给你看 你回去看一下 不管用手机也好 用你家里的电脑也好 你去看一下 如果你看完之后 你心里一定会有个疑问 到底为什么台湾的股市会这么的强 为什么到现在任何的利空 似乎对台股很像不会造成任何的作用 各位 这就是利豪跟你所讲的 十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大行情 就是资金行情 只是你愿不愿意相信 行情来了而已 各位 今天为什么要用台积电去拉盘 你看台积电 各位 你看台积电 各位 这种股票 它可以大牛股可以用这种方式在走 你再看看它的周线 对不对 那很多人会说的是 现在全市场是不是只有一档股票在走 就是台积电 各位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很多人现在不会选股票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 很多股票真的 像今天的台积电拉台的时候 大盘涨160几点 有很多股票 小型股有没有 那个资本没有几亿了 甚至于各位 成交量几十块的股票会拉涨停 各位 那个没有办法代表整个大盘 听得懂我意思吗 那种股票在涨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意义 各位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未来整个大盘 在攻击的构成当中 要再创新高 甚至于来到15000点的时候 各位 一样是高价电子股会带动 听得懂我意思吗 先由台积电再带动 台积电把那个指数拉高之后 各位 当台积电拉回的时候 修正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整理过的高价电子股 又开始要飙了 我现在跟你讲 你就听听就好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在这段时间以来 有很多很多的投资人在问利好 为什么陈老师 你这段时间以来 很像几乎用了两个多礼拜 再讲利基 再讲雅德克 再讲玉金光 再讲金册 再讲这些 各位 我是有意义的 我真的是有目的的 各位 如果说各位投资朋友 你真的去了解利好 你记不记得 在上个礼拜 我跟你连续提到两天的操纵 你如果没有仔细听 你一定都忘记 我当初不是跟你讲 郁金光有没有 因为郭明奇讲话 郁金光 郭明奇讲话讲三次 结果郁金光打下来三次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连接三次 我战胜了郭明奇 有没有 然后我在讲郭明奇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当初6230的操纵 被打到哪里 打到200附近的时候 当初郭明奇 讲230的时候 那时候他在讲话的时候 他说看不好什么 散热模组 结果从230块打到多少 200出头 全市场没有人敢讲散热模组 陈立豪当初跟你讲什么 我说赶快去买散热模组 而且特别在电视上 测标上打操纵两个字 结果操纵 从200多块 207一路标到268块 哥你记不记得那一次 涨了60块 陈立豪带你买操纵 之后我就跟你说过 很多的事情真的 各位 最近一次 我们在讲操纵的时候 最近一次 7月20号 当初操纵打回到255块半 立豪当初还带着会员 去买操纵 这张股票 那时候跌3块半 跌3块半 很多人也不敢买了 因为散热模组 你看操纵图形 各位你看操纵图形 这种图形 各位 如果以一般的投资人来讲 各位 你知道吗 如果是以一般的 不管是大户 金主 或三大法人 各位 这种股票 他是绝对碰都不会碰 为什么 一路跌 一路跌 绝对不会碰 绝对不会碰 没有人会碰 好 各位你看 我当初7月20号 我做过一次 各位 7月21号 隔天马上 一天而已 千真万确 真实富贵 是不是来到269 我让你赚了13块半 当初我还在电视上 不是跟你讲这个吗 有没有 我说7月20号 到7月21号 各位 很简单 你赚了13块半 你买10张 赚13万5千块 100张 你赚了135万 你记不记得这个 好 各位 之后 我就没有再跟你讲操纵 你注意看 7月21号 你看看 7月21号 你看看7月21号 在这里 我们出掉了 对不对 出掉了 就那个红棒 出掉之后 可以一路杀 各位 这张股票 利豪问你一件事情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上个礼拜 有没有打电话进来 你知不知道 在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所有投顾老师里面 电话量最多的 就是陈利豪 各位 所有股票里面 所有的电话量 加起来 各位 真的是利豪的电话 真的超级的多 但是各位 打电话进来的人 今天的业务 是不是通知你一件事情 今天是不是业务 只有通知你买一档股票 各位 直接打开 让你看 我跟你说过 相信一个人不难 只要做到验证就好 各位 6230的操纵 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各位 利豪在今天 我要在电视上 我要跟你讲 我们真的讲话 要有诚信 各位这档股票 我今天竟然 我没有做到 很可惜 因为我设定的价位 是在245 各位你看今天 注意看 今天一开盘 各位今天一开盘 开在249 没有成交 没有成交 我设定的价钱 是245块 很可惜 真的 我非常的 哦 你知道吗 股票被我抓到了 时间点被我抓到了 但是我为了要让投资人 买到更好的价钱 差4块钱 没有成交 我很对不起大家 真的 所以各位 我当初说 做个好朋友 我们不能去欺骗人家 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讲的就是操纵 本来今天所有的会员 也要买操纵 结果我本来认为 想说有机会 更好的价钱 你看这个图形真难看 你看这个图形 真的很难看 真的很难看 我想说今天搞不好 还有再测试一下低点 因为8月14号 最低242.5 如果假设今天 再来测试一次的话 那不是更好吗 结果各位 开盘开来 直接开上去 但是各位 股票被我们抓到了 操纵 所以各位你看今天的操纵 大涨20块半 又来到269 我当初是不是带你出到哪里 你记不记得7月21号 带你出269有没有 又来一次 你看 又来一次269 所以利豪跟你们说过 其实股票真的不要多 你只要每一档股票 利豪做过的股票 锁定它 来回去做价差 哥哥 你就吃喝不完了 像今天台积电 台积电涨8块钱 把加雄股价指数 涨拉到涨160点 哥哥你该高兴 还是该闷 如果对我来讲 我不希望台积电这样涨 因为台积电这样涨 就压缩了很多的股票 上涨的格局 所以今天台积电 之所以会这样涨 很多的小型股 一些没有任何的 你听得懂吗 就开始活蹦乱跳 但是这种股票 顶多就是一天两天这样 但是未来冲冠 要往上攻到一万五千点了 我告诉你 绝对都是高价电子股 又来了 真的又来了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记不记得利豪所跟你所讲的事情 都会验证 各位 你记不记得我为什么一直要跟你们讲 操作的方法跟技巧 你知道吗 各位 你看这个 7月28号 利豪所跟你所讲的 不是说我叫你买进之后 然后大涨让你赚了很多钱 不是这个 利豪不是讲这个 利豪要讲的是 你跟着我的过程当中 我在清代会员的过程当中 我的用心 以及我告诉你该怎么做 你要照着那个方法去做的话 各位 你就不得了 听得懂意思吗 我的意义是这个 所以各位 像7月28号 我讲说来布局这个利基 243到246 我当初就说过了 我说因为7月31号 他有法说会 所以我告诉你赶快先布局 各位 结果呢 他不但让你买到243 246 而且各位 我告诉你 还有机会让你买到跌停价 7月29号他又打下来 你当一个老师的人 你该怎么做 你当一个老师的人 你就要告诉他们说 原来4968 利基压回来是压低吃货 听得懂吗 我就告诉他们压低吃货 明后天会大涨 人家就想说 收到了谢谢 那当然了 因为我们买到了 又加码 好各位 报纸马上出来了 因为我知道后续的问题 所以各位报纸出来了 8月1号出来 对不对 利基 那出来之后你要做什么 出来之后当然不是追股票 出来之后当然是卖股票 是不是出了赚了53块半 有没有 你买10张不是53万5000块 100张535万吗 那很多人就问我说老师 那你为什么要出 其实各位很简单 你要买卖股票 你要懂得它的来龙去卖 你听得懂吗 在最近各位打下最低的你看 那一天8月14号打回到258 各位你看到没有 我们是出到哪里 293.5个 你听得懂意思吗 你要懂得这些东西 就像你在带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每天都一直想着说 买到这要干嘛 盘中真的四个半小时比什么都重要 各位你再看金测 你在看金测 如果利豪跟你讲明天金测要涨了 你会相信吗 各位 7月30号 之前我们就有做过金测好几次 从400多块500多块一路做 7月30号我们又买在805到810块 有没有 有没有 805到810块 不是完全成交吗 那是7月30号 对不对 好各位 那买到之后 我图形也让你看 对不对 买到之后 各位你要懂得进出 你听得懂吗 你要懂得进出 那7月31号 你看看我怎么带进 你看 我说会员注意6510的金测 昨天有买805 810的 我一定会带你出 你不用紧张 对不对 不要紧张 好各位 到了8月3号 我马上就告诉他们 开盘就开出 最好能够来到860 结果一开盘没到860 只开到856 我马上改 你看 你看一个老师的反应有多重要 6510的金测 已经有四五十块以上 各位 那短线可以自行获利 我们出到850到856 那各位 那这张股票 你从7月30号到8月3号 你赚51块 各位赚大钱真的不难吗 对不对 你买10张赚51万 100张不就赚510万吗 那各位投资朋友 重点在我跟你讲 卖掉之后又拉回8月4号 各位 像这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去造假作弊 你听得懂吗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些 我给你看这些 就是说一个老师的用心 在盘中四个半小时 你该怎么做 那才是重点 让他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老师到底要做什么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不是说一档股票突然拉涨停 莫名其妙 功课涨停板 结果隔天 开盘开跌停 死在那边也不知道怎么办 做股票不是这样 所以各位你看 那8月4号里面 我们买回840块 我说840块 明天一定会赚钱 我凭什么讲 明天一定会赚钱 好各位 那报纸出来了嘛 这就是我为什么讲 明天一定会赚钱嘛 所以各位 你看报纸不就出来了嘛 大厂追单 金册有没有 那各位 当这些消息出来之后 你当一个老师的人 你到底要做什么动作 当消息出来之后 你当一个老师的人 你到底要做什么动作 很简单啊 代出嘛 所以8月5号我代出 代出到8007到875 又赚了32块 我在电视上讲到烂调 我都不想讲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你买10张两次 就赚了83万了 100张就830万 好各位 那我请问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看 你看 这档股票金册 我为什么870我要出 我为什么870要出 各位你看看 上个礼拜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电视 如果你有看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730到740 我建议又买回来 有没有 是不是 那各位 纵使今天他押回五块钱 我是730到740买的 我还是赚钱 我只是没有出 各位 那为什么我没有出 明后天你就知道了 做股票还像利豪 很多的事情 你如果不了解 来龙去卖 你根本就瞎子摸象 你没有办法赚到钱 那利豪跟你讲 如果假设金册 各位 他明后天开始开始会大涨 你愿意相信吗 所以做股票 真的各位 你不要真的 很多的事情 你没办法去了解 真的不要随便乱做 就像利豪很多的股票 各位 再讲易金光 7月23号我买671 7月24号打到630 各位 利豪为什么在电视上 面对着全国几百万的收视户 特别跟你提到 我说我现在赔20块 我的平均价是650块半 我赔20块 我在电视上还拍着胸脯跟你讲 VCR给你看过三四遍 我说我一定让你赚到大钱 结果 7月28来到700到707 我让你赚了56块半 各位 10张56万5000块 100张565万 我今天的重点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有太多人问说 老师 你最近在电视上讲利基 讲雅德克 讲金册 讲玉金光 讲这些股票 都是你做过有赚到大钱的 你干嘛还一直提 赚到大钱的就过去就好 不要再提 错 各位 好的股票要来回做价差 你才会赚到大钱 就像今天这场股票 62030的操纵 各位你看看 有谁会知道 各位 有谁会知道上个礼拜 就已经 就操纵就已经开始在动了 有谁会知道 我知道啊 所以各位 8月14号 我说送给你的好朋友 非常重要 我连讲三次有没有 各位这张股票 为什么我讲了之后 开始就要动 为什么 各位你懂得筹码吗 你了解筹码吗 所以各位 他今天之所以大涨 很可惜 今天我们买的价钱是定在245 差4块钱 但是各位 我很骄傲 因为这张股票真的也被我抓到 虽然没有赚到他的半毛钱 但是我很高兴 代表我们选股的功力是一流的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 真的 那现在为什么 利好跟你提到的是这个东西 利好跟你提到的是这档股票 因为各位 明天这档股票 他要法说 8月19号法说 而且8月31号 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出现 只是说很多的事情 当他压回的时候 拉回 你敢去买 敢去动吗 原因在这里 那金测刚刚我也跟你说过 光两次让你赚了83块 对不对 更不用讲以前了 以前赚更多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为什么要布局730 740 那你明后天你就知道了 所以各位 做股票一定要方法跟技巧 那各位投资朋友们 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现在大盘交钱股价指数 各位已经来到了 12956 我当初不是跟你讲吗 他一定会怎么样 他一定会突破这个高点的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甚至于上工一万五千点 但是各位 当这些上工一万五千点的时候 各位有什么股票带地 一定是高价电子股 不用质疑 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 所以各位 现在有一档股票 各位我要送给各位 除了金测之外 我告诉各位 我有一档股票 绝地大房工 绝地大房工 我希望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如果你真的 在股市里面你没有赚到钱 你真的想跟着一个好的老师在走 我就跟你说过我自我推荐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都会在手机上简讯 像这个传给大家看 到底要该怎么做 你们需要的是这样的老师 你听得懂吗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在股市里面 真正大获全胜 各位 这档股票叫绝地大房工 我希望大家都一定要有好吗 真的一通电话可以改变的事情赶快做 你少QR Code也可以 留下电话姓名也没关系 各位欢迎大家 真的 一个好的股票 就是要大家共襄的胜举 等到它涨上去再叫你追 那就不好了 听得懂意思吗 你还没涨的时候 赶快去布局 布局完毕之后 开始标的时候 大家就很高兴 你听得懂吗 做股票要这样 像今天大盘涨了一百六十几点 台积电大涨八块钱又怎么样 又怎么样 你了解我意思吗 各位很多的股票 要趁这个压回的时候 赶快去买 所以各位 绝地大房工这档股票 好不好 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 一通电话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 振兴经济总动员 自己的财富自己来创造 振兴经济加码送 让您清津松松纵横古海 振兴专线02 852 5858 02 852 5858 全新的操盤策略 全新的尊榮服務 創意理財尽在亞太國際投顧 02-8512-5858 漲停 漲停 又漲停 你抓住了嗎 亞太國際精英團隊 眼光犀利 經驗老道 專業領航 強勢獲利 亞太國際投顧 陪你擁抱財富 02-8512-5858 振興經濟總動員 自己的財富自己來創造 振興經濟加碼送 讓您輕輕鬆鬆綜橫骨海 振興專線02-8512-5858 02-8512-5858 我是更安管理師 是來協助您規劃需要的服務項目 你一個人照顧媽媽 真的很需要幫助 你偶爾會需要儲財 建議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務 讓張媽媽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負擔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 我不在的時候 媽媽沒有人照顧 真的很棒耶 謝謝 邀請您加入贏家的行列 邀請您加入贏家的行列 它變化很大 內股輪動的速度非常快 今天的強勢股 明天或許就成為弱勢股 今天的弱勢股 各位整理整理 明天又變強勢股 這個是一個我們上升格局的 上升趨勢線的格局的震盪整理 很正常 所以各位今天輪到台積電再待 明天台積電就變弱勢 聽得懂我意思嗎 那今天的弱勢 各位明天就會變強勢 所以各位立豪跟你所講 你如果看不懂的話 真的跟著立豪打江山 那現在有這檔股票 絕地大訪工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 它叫絕地大訪工 各位這檔股票被壓得太久了 我突然在禮拜五的時候 在自己在看 分析行情的時候有沒有 突然看到這檔股票 所以絕地大訪工 而且是之前我們還做過的股票 它的機會又到了 所以我要趕快在這個時間 趕快來告訴大家 那如果說各位投資朋友 你跟我有這個緣分 那這檔股票你就或許會買得到 因為我們明天 也要帶會員開始要進場 我希望各位投資朋友 真的能夠幫到大家 我盡量幫好不好 所以各位真的 就像這檔股票真的 各位超重對不對 今天很強勢啊 那明天呢 各位 那我就跟各位講 明天這檔股票 好好珍惜一下 真的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們 那現在的重點 是這一檔股票 絕地大訪工 我希望大家能夠買得到 賺得到 真正改變你的生活方式 好不好 可以掃QR Code 或者留下電話跟姓名 你兩時候跟你講的事情 都會反映 你放心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們 做股票 不要擔心 有利好在 安心放心又開心 很多的股票真的 什麼時候該進 什麼時候該出 我真的很清楚 所以希望各位投資朋友們 不用去想太多 加強股價指數擺一邊 真正的重點 在這支股票 絕地大訪工 好不好 祝全國親愛的投資朋友們 明天操作愉快 謝謝 謝謝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